7月1日下午,中国女排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季军争夺战中,以25-18,25-22,25-22连下三局,击败两天前刚刚战胜自己的巴西队, 李盈盈彻底爆发中巴两队此前的半决赛,分别不敌美国和土耳其战胜对手拿到继军成为两队的目标,为打好这场比赛,主教练郎平在首发阵容上稍作调整,由上一场对阵美国发挥出色的李盈盈顶替刘晓彤与朱婷打对角,首局开始后,又很快用胡明远替换首发的袁新月,实战证明, 郎平的这两个调整收到奇效,正是由于李盈盈爆发,胡明远惊艳,加上队长朱婷依旧给力,中国队多点开花,3-0横扫巴西,朱婷依旧给力首局,开始巴西上能与中国队相持,但进入中断后,李盈盈开始发威,胡明远的快攻也是一场犀利,加上朱婷的强攻令巴西防不胜防, 很快巴西以18-25交出首局,李盈盈和严妮在比赛中第二局开始后,巴西对朱婷,李盈盈,胡明远三个火力点依旧办法不多,同时李盈盈的发球和胡明远,朱婷的拦网也连续给巴西施压,巴西队的自私明显增多,不止一次借手出界, 虽然巴西主帅吉马良斯,用尽暂停,并不时换上莫尼切发球冲击中国队一传,还利用挑战试图打乱中国队节奏,但中国队整体不乱,朱婷,李盈盈和胡明远火力不减,最终中国队25-22再下一程,把打比分改写为2-0,进入第三局后,巴西队没有放弃,两队的比分一直咬得很紧,直到19平后, 又是李盈盈的连续发球,让巴西一传陷入混乱,中国队把比分拉开到22-19,此后巴西疯狂反扑,一度把比分追到22-23,但关键时候随着朱婷重扣得手,巴西揭发球失误,中国队25-22拿下第三局,而明逢巴西,全场比赛朱婷砍下全场最高的20分,李盈盈拿到14分, 胡明远得到9分,是中国队得分前三的球员,正是这三剑齐发,彻底打猛了巴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